今天带的客人来库克山这边坐直升飞机 大家可以看我后面全是山 这次带的这拨客人 哥算是见识到了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外国人 就真正的职人 老实说现实中我身边好像还没遇见过这种样的职人 但是这拨客人我觉得是属于 职的程度属于跟网上一比一复刻还原了 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客人大概是有什么背景吧 这个客人是湖北人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生意的 反正是个做生意的吧 应该经济条件还不错 当然了就是他经济上取得成功 就觉得他在挣钱这一部分上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后来呢他就带着他的家人移居了香港 移居香港我觉得很正常 就让我受不了的就是自从他移居到香港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他家的孩子出来不是会闹吗 然后他为了让他的孩子不闹教育他的孩子 就是他孩子一闹的时候 他经常会笨出来一句说 闹什么闹 你个大陆仔 就是好像是那种香港人 用来辱骂内地人的一句话 如果我没记错 我就觉得很奇怪 哪有这样自己辱骂自己孩子的 然后他的媳妇如果有个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他就会说他媳妇是什么大陆黄脸婆 还是大陆什么老太婆之类的 我记不清了 反正总之他跟他家人的这些对话 我是没法听下去了 那明显的感觉到他那种思想上 对那种西方世界的这种向往 包括他的孩子对吧 然后都选择在美国出身 这其实也无可厚非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有些人喜欢国外 我觉得真的没有问题 但是真没有必要就是喜欢国外 建立在对自己人的这种凌辱 或者欺压之上 你并不需要通过欺负自己的同胞 或者是自己的民族 去证明你有多喜欢外面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奴化的思想 但很明显这位客人 他是感觉不到的 他甚至会去凌辱自己的家人 会去羞辱自己的家人 所以说 这从侧面的这次接触吧 就是因为为什么侧面呢 因为他并没有跟我有任何私人方面的交集 从情感上还是现实生活中 我更希望跟这样的人保持一个比较远的这种社交距离 只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 所以说这几天必须要跟他坐在一台车里 那在现实生活中 我就是不太喜欢跟这种人接触 这种人你跟他相处的越近 他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家人 以及自己这种周围环境中属于就是跟自己亲近的这种人和事物 他不太懂得保护 包括他的小孩 我看他在跟新西兰小孩在交往的时候 就很明显他家的孩子想玩一个什么滑锁 但是他家的孩子看见别人的孩子在玩 他就会放弃 就不会去说我们一起玩 然后排队或者是怎么样 去争取自己的这种权利 而争取自己权利的话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的本能 但很明显就是说 像他这样一个鄙视自己民族 鄙视自己文化的人 就是怎么讲的 是没法把这种精神传递到他的下一代的 无论他多么喜欢西方 当然了他和他家人在一起相处 无论他如何去羞辱他的家人 我觉得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他很多时候经常时不时的冒出来一句 说什么中国人开车不守规矩 只要是在中国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很明显他的几句话就带到了我 那我就会对吧 那我必须要捍卫自己 我就会说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这样的 还是那句话吧 我觉得一个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人 他其实是无法真正意义上去做到爱国的 我们属于国家的一部分 那当然了别人在侵害到我们国家的时候 就国家层面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肯定也会影响到我个人的这种利益 讲主讲上帝怎么怎么好怎么好 其实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也只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 老实说这还真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遇见这么样一个远程养殖的宠物 或者就是说精神外国人 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人啊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几天 行程的观察中 你会发现就是 这位大哥他的家人已经属于麻木了 尤其是他的孩子只有11岁吧 男生 我观察那个男孩观察的比较多 就是他在很多时候常年被这样骂 被这样辱骂 或者被这样羞辱 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 非常非常的恍惚 以至于就是明明这个男孩打个比方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这是他非常自我自己的事情 他都会很犹豫 然后这个男孩在沟通的过程中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就问他 我说你喜欢这个深圳还是喜欢香港 然后小男孩说喜欢深圳 为什么因为深圳吃喝玩都便宜 而且可能就是他们在深圳的居住环境会更好些 他们全家到香港时间不长 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爸爸表情非常的尴尬 对吧 然后就会跟他的儿子讲你不懂或者之类的东西 那其实对于一个小孩子 他的感受是最直观的 你大人那个复杂的世界 他不能理解 他不知道他爸爸说的懂是到底懂的什么内容 小孩子的眼光就是我就是想看吃喝玩 然后就比如说抓娃娃机 对吧 深圳好像据说哪里商场或者有那种抓娃娃机 小孩子就喜欢玩 他们就觉得很便宜 说这个只要一块钱还是两块钱 我记不清了 这几天我感受下来的一个结论就是 在这种职人的家里生活是比较压抑的 因为他们看似在天天倡导所谓的西方民族或者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那种憎恨 以及对自己家人的那种刻薄 真的一点都不西方 一点都不西方 也一点都不中国 对吧 中国讲究一个父辞子孝 当然了这有一说一 这个男主对家里人花钱 那肯定是爱花的 但是他似乎忘记了一个道理 他的钱其实花的不是说给他儿子更开阔的目光 更开阔的眼界 而是在用钱去禁锢他儿子的思想 去对他进行某种服从吧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一如既旺喜欢我的内容 最后不要忘记一见三连 Peace